现在呢大陆的发言人林健 他说中国无意侵犯任何国家领空 中国相关部门正调查与确认状况 我们一如既往与日本方面保持沟通 他现在说调查又说确认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这孕酒去的突然 两分钟是完全意料外吗 还是说其实因为之前 日方他们的反应也是说 我们要对于到了中国大陆那儿 我们也要来确认一下 所以现在大陆的回应 就跟日本比照办理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孕酒的情报侦察机 也是电子队侦察机 到东海在那边做巡逻 还有电子侦察 我认为他的侦察性 侦察任务侦察性高 试探性低 要这样来看 侦察性高的话 他今天要男女群岛 那女群岛是五个群岛 而且是无人岛 你只要无人岛的话 就是舌尔海里的领空线 领海线就是上空 就是领空线 他画出来 然后他因为孕酒 我们知道他是大翅膀 涡轮螺旋桨 拔动机 然后这样子的话 这个在转弯的时候 转弯率很小 转弯率很低 因为他毕竟我们战斗机 一压坡都一带就出来了 他不一样 他大飞机 那哪能够压 然后带 他又不是战斗机 然后他只要切进去 你这个角度进去 你这个角度进去之后 你带出来 没有办法带出来 战斗机要带出来 但是他的运输机 没有办法带出来 他觉得没办法 他毕竟大转弯 那就两分钟就去掉了 所以他真的是要去做 情报收集工作 情报收集 然后他所以说 情报收集任务大 试探性小 那他11点29分进入 11点31分 两分钟差不多 如果他真的要执行 这个我们讲到的进入的话 那没有五分钟十分钟吗 他就在里面 可以在那边耗诊以辖 在那边做一个试探性 所以我认为他试探性 其实不高 而且是侦察性的高 那侦察性不差这两海里 我侦察两海里跟 我这个他的侦察商倍的话 一百海里都可以收到 只要你的电波信号够强 雷达信号够强 他都可以收得到 还有你的语音通信够强 总共可以广域的 广域的勤收 所以你看他 他真正脱离到 到下午一点半的脱离 那他两个大跑马航线 顺时针完毕之后 还有一个小跑马航线 整整花了一个半小时 才离开 那换句话说 他在执行他的侦察任务 要不然的话 他试探完毕 他就离开 没有 换句话 侦察性性质高 这个意味浓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去 试试日本的底线 他没有 所以那个是个意外 就进去了日本的领空 我们知道 因为解放军 他除了海上的军舰之外 现在空中的飞机 也飞得 评测得非常高 那评测得非常高 他现在的 由他的信心度 已经变得扩张性 所以你看看 他扩张性 他都已经可以跟俄罗斯 联合巡航到白令海峡 我们讲的轰流轰炸机 所以他这个在日本的这些 尤其是第一岛链 在琉球群岛 沿着日本 对 到处飞 到处航行 没想到 你一飞飞那么近 一贴进去 有时候真的会踏到这个线 踏线 那他如果踏线一直进去 这个就是刻意的 结果他没有 两分钟就离开 离开之后 真正执行他的任务是 这个跑马航线 是他真的要去做 是这个样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 从那个角度来看 解放军的海军 因为他这个 这个是海航 不是光只是空军 空军有运久 海军有运久 他是海空业 我们平常看 中国空军空军 但是不要忘了 他的海航兵力很强的 所以不知道这个是空军 解放军的空军或海军吗 对 他两个人流用 运八跟运九 这个停泊战争机 还有电子对抗机 还有反潜巡逻机 他如果实施反潜任务 那就是海军 我兼师 兼实师 我们都这样 我们一科目 一架次多科目 不是我这一架次 只是说电子侦察 其实未必 我顺便也要看一下 海上有没有 我们叫水下动态 就是反潜 他反潜巡逻机 当然也做这些 那不是光只是 收这些语音信号 他也收雷达频谱的信号 所以它是多功能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大陆的扩张性的 这空中的活动 那从这次来看的话 这只是一个量变跟质变的开始 将来可能更多 更多插边球 那有时候 这一次的插边球 不小心就会变成安打 安打就进去两分钟 就是安打 没想到打插边球了 没想到变成一个伊雷安打 在这一次的运九 到了日本领空 他的看法 他说以后可能还有 现在是伊雷安打 那但是事实上 他认为说 其实也不是故意 一定要去试探 要去测试一下 日本的底线 让日本很紧张 但是洪廷会这样看吗 那洪廷事实上 我们刚刚讲 大陆外交部终于在今天线回应了 回应了这个说法之外 其实要看看 台湾方面怎么也要回应这件事情 你看 我们这边外交部说 关于中国军机26号入侵日本领空 外交部强烈谴责 中国自意侵害他国主权 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行进 中国还伙同俄罗斯 在东海南海频繁军演 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 军事扩张举动 已经对于台湾日本在内 印太区域国家安全 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写的这样子落落等 然后就这样强烈的 对于中国解放军的举动 予以谴责 我就问现在是怎么回事 洪廷现在是日本有事 台湾也有事吗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外交部现在看起来 好像对于中国的 对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 这些事件 那他有一个吸反射的反应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中国对我们的 我也没看到你外交部 自己出来讲这些有的没的 对不对 或如果会自己出来讲 某的没的 国防部也有讲说 我告诉你说今天又有谁来了 来了多少 然后在哪里 距离到哪个地方 可是你有看到外交部 大众做抗议 或是做这些事情吗 我们现在是可怜到一定要去抱人家的大腿 说你看他也被欺负了 他也被欺负了 所以你们看我被欺负了 是要这样吗 还是难道我们自己不能出来讲说 你最近实在是有点过分 该讲的还是要讲 所以你可以看到外交部在这件事情上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吸反射动作 也就是说只要看到 只要有外国遇到中共的这些部分的时候 我们赶快贴上去就说 你看他又在言瞒了 他们也这样对我 那这样子好像把自己变小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自己来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 表示你就是什么 这就是双重标准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将军刚讲的 我觉得将军刚讲的 刚好就是我前一段讲的重点 也就是说 对于日本来讲 日本最担心就是 你这一次来是不小心 是故意 是试探 还是你想要常态化 你如果想要常态化 那我要怎么做因应 你看日本不止一次公布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机 开始往领控这边走了之后 他们这个自卫队就开始飞上去了 急急升空 然后油料浪费了多少钱 油料的预算多少钱 这些部分 那这个时候 这件事情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我刚才所提到 谈判的筹码 也就是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 其实比较特别的就是 刚才杨明跟我都提到了 就是林佳龙跟吴钊燮去美国 那我在猜 可能中国看不懂 就说 吴钊燮 你找吴钊燮跟林佳龙去美国 你到底想要干嘛 你是不是想要来跟我谈些什么东西 那我是不是要有一些招反制 好 那我就 我从日本下手 因为日本会去什么 跟老大哥美国讲说 对不对 你不能让我这样子 你不能让我被第一线 你不能让我被常态化 所以你在哪边地方 你要让步啊 可能原本就说好 过境 过境的这些议题 开始就有所谓缩水跟层次上 这就是谈判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就说我们未来也可以看一下 就说这件事情 如果常态化的话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苏立文跟王毅是没有什么 完全没有共识 也找不到一个所谓共识点 那如果这件事情慢慢的消敏了 就没有这件事情再继续发生 那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大概至少在选前 整个大概的所谓的共同防御框架 或者是共同安全围离 这件事情已成 大概就比较不会有意外 我们也可以稍微放心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